很开心能够在线上跟各位好朋友一起分享养生 那我们这个主要群组是在叫全方位养生 那我就先讲一下就全方位养生的一个想法 因为全方位养生战 这个养生我们都知道 养生竟然要全方位 我们其实透过中医的 其实有的都有提到用运动方式来做治疗 我们可以也是一种养生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先跟分享 就是皇帝内经树问他有提到 中央者其地平已失 那其实我们人好像我们现在人就生活很丰富 这个物场丰富 那我们现在自己大家彼此也常常是食杂而不老 就是运动也比较少 那在这书问上就提到了 他的治疗方式呢 就用导引按巧顾 导引按巧者一从中央出 这说明了导引跟按摩在古代已经纳入疾病的治疗 有点像现在的运动处方的概念 那也就说明了我们中医 其实在这个书问有提到啦 用的一些自然疗法中 像东方的人呢 在海边吃的比较咸 他用这个贬食放血的方式来治疗 那北方天气寒冷 那揪法是从北方而来 那西方呢 吃一些乳制品什么不好笑话呢 要用一些药物来帮助呢 就是毒药 就是我们想中药从西方而来 那南方呢 施气重什么 用针灸 针法从这个南方而来 在皇帝内经有提到 那中央就刚刚提到了 就是要导引按巧的方式 就是导引呢 简单来讲 就是导气令和引体令柔 就是透过动作去导引 让我们身体柔软 透过呼吸 让我们身体的呼吸平和 那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提到了 运动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养生 它一个概念 那在金贵药略也有提到 我们如果人要养生呢 不要让风血来干扰到我们的经络 假设种到经络呢 还没有流传到脏子 那我们赶快去运动 四肢裁绝纸 导引吐纳 针灸高膜 误令酒 翘壁一塞 金贵药略也提到这个概念 那我们既然要养生 其实在皇帝内经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 仅和无畏骨症 筋柔 气血已流 就是知识正确 透过运动 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液 气血循环 这样子呢 臭梨已密 不受风寒 骨气已经 锦道如法 常有天命 那就是我们为了养生 其实养生功法呢 我们就用 就用这个方式的切入点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养生功 因为大家现在也都了解了 运动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都想说 到底养生功跟我们做运动 有什么差别 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运动 也会受到西方运动的概念影响 那可是我们又保有 对于传统养生功法 这种所谓的向往 或者我说特别性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掌握这个要点 那我把我的 个人想法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以上呢 嘉欣看到PPT 就是我个人的简介 那我希望透过中医的理论 当然有所依循的来学习养生功法 好 那 再来呢 这是个人的简介 那为了让大家比较有一些 养生功法的 学习概念 很多人会有个 讲到养生功法 气很抽象 筋络很抽象 我就是在做一些著作 就是把抽象概念具象化 就是用3D的方式来 透过经络的呈现 或气的走向 让大家容易的学习了解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主要讲的大纲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会了解说 养生功 到底什么是养生功 那就好像我们下次会讲 太极拳 是不是慢慢打 就叫做太极拳 那我们现在讲养生功 我们一般现在又在推体势能 那他又讲运动 那运动跟体势能有什么差异 我们也稍微来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讲养生功 也要符合时代潮流去了解 要不然很多人 你跟其他人在做解释的时候 你不能了解 你也会容易被搞混你的这个目的 或者说你练习的概念 人家当然会说 你这个体操跟养生功 慢慢打 就是说是热身操还是养生操有什么差别 我们要去掌握它的差异性 那什么叫做养生功呢 我们后续会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 这第二部分 再来就是养生功那些要点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养生功的特点是什么 掌握它 我们来练就是养生功法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呢 大家可以去很明确的去学到 我在练习养生功的一个目的跟我的手段 那做到的是练习的一个正确方式 那当然有些比较深入神学部分的呢 或是比较超科学部分呢 我们就不在我们的探讨范围 我们以探讨养生为主 好 那我们最后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养生功的历史跟种类的简单解说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常常讲现在都在做运动啊 练功 那我们其实会说休闲活动有什么差别 大家看到这个组就可以了解 休闲很简单 就是你工作以外的事情 这样来讲最容易了解 只要你不是工作期间的事情 就可以通常这样做休闲 那体育的范围比较大 因为它加上运动的各种学问里面 那再来呢 我们所谓讲运动就很简单 你打篮球啦 跑步啦 这些都属于运动而已 那这运动的部分呢 它就比较不强调教育性目的 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 在细分运动就会目的性的 你是竞赛 想要跑快一点的就是跑步 想要在水里能够活动 就是游泳游得快 那打篮球看谁的 这个团队精神跟竞技等等的 它的差别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它的目的性运动 那所谓养生功 它也是属于一种目的性运动 很简单嘛 就是透过运动来达到养生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想这样大家比较清楚吧 如果有不清楚呢 也可以说等一下我们再会后 我们尽量在讲完之后呢 可以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发问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 做这个问题 或者说一起来做分享讨论 好 那接下来呢 这就是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PPT看一下 就 PASS过去就可以知道了 那 可以做 就是工作以外时间就休闲 这最简单了 因为有人又认为休闲 要有一定的社会规范 你工作以外去坐标车 就不是叫做休闲 因为那是犯法行为 所以有人就会再把它更严谨的去 归类什么叫休闲 所以刚刚简单来讲 就工作以外的事情 那工作以外的事情 你不用从事非法 或是说破坏性 要对身体有帮助的 或是对生命有帮助的 那就是才叫休闲 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会比较严谨 那其实我们这个只是个铺寸 希望只是让大家了解 我们在讲休闲运动 在讲运动 在讲竞赛 跟我们养生工有什么差别 当别人跟你讲的时候 你如何去做了解 或跟对方有共同语言 可以去沟通 那体育一般就是 透过身体大肌肉的训练 去强健体 或达到教育的目的 那当然运动有广义跟狭义的 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个知不知道并不影响 我们对养生工的练习 那目的性 那顺便会跟大家提一下 所谓目的性运动 它有竞赛型 美感型 什么技能型 健康型 体式能运动 那竞赛型 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填赛 跑得快 跳得高 那美感 那美感就像舞蹈 运力 体操等等 技能这些算是一种 或是武术也是一种技能 或是你甚至打羽毛球 打篮球 这些也是一种技能 那健康运动就是 以健康为主 那体式能 大家后面会再跟大家讲到 其实一般大家会把运动 体式能跟健康体式能搞混 其实我们一般 如果你不是竞赛选手 你也不是常跑三铁 或是跑毛毛 松的这些呢 不是为了去取得竞赛成绩的 基本上 它不会要求那么高强度 我们只是一般的人在运动 就像我们现在三班族 我们是强调我们的身心肌力 整整组合身体组成是良好的 目的是为了达到良好的生活秉持 跟保持健康 那一般讲的体 这叫健康体式能 那一般讲的体式能 它就会泛指次在 运动上会讲 爆发力速度敏捷性等等 是为了取得良好的竞赛成绩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 有个错误就是 拿竞赛选手的标准 来做我们自己的生活 或是我们做健身的标准 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 那这个会造成你在练习上的动力的一种挫折 那挫折就影响到你学习的动机 跟你的就是说成就感 你就不愿意那么认真训练 我达不到啊 我去看到近山太极 我们讲太极就好 哇那个国手打的都要跳到空中 三百六十多几度 然后就下来又啪劈腿 然后动作这么难很漂亮 你要照这样子练一定受伤 因为你不是透过他们来训练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前有一位学员跟我说啊 这个太极犬不能练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跟那个影片上啊 太极王子 我看他的动作 我跟着他慢慢做慢慢练 我练完了第一天之后 隔天我起不了床 我整个筋都拉伤成痛 我说那当然啊 你从来没有训练过 去做一个标准的训练动作 你的强度一定 你的原先肌肉骨骼韧带 没办法负荷那样子高强度的动作 要蹲着那么低 动作要这么拉 要打那么长的时间 你当然一定受伤啊 所以我们来讲 所以呢你要去了解 我们运动不是去 找到最好的去跟他比 是跟自己还有自己累积 不断的不断的去进步 让生活品质提升 那当然哪一天 我们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再去参加一些比赛啦 去取得成绩 让我们有更好的 这个运动目的 那还是可以的 这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了解 一个分享 好 那促进健康运动 跟体制能运动呢 基本上呢 这个有点区别 我们再把它做一个表格化 促进健康 健康促进都可以 就是说 它的强度不是那么强 那我们其实不会 身体组成不会 什么体脂肪太高啦 内脏脂肪太高啦等等 然后呢 其实它在我们的 心配功能摄氧量 不会太大的变化 就是说很简单 你体制能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会突然变得很特别好 或是怎么样 那 但是你肌肉什么 这些就会保持我们健康啊 那再慢慢的加强强度 你比较训练 它刺激的是什么 中枢适应 就呼吸跟循环系统 改善心配 呼吸功能 然后提高你的摄氧量 新的薄出量 等等这个部分 给他做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在讲养生功 或讲气功好了 那就差在哪边 其实现在对于 刚刚讲的健康体势能 跟运动体势能之外呢 也在强调 叫做身心运动 body and mind exercise 就是说 他强调的是 运动时候的身心一致 帮我们身体调节回来 让我们可以达到更深层的 这个内在的部分 其实这是从西方角度 现在运动角度来看 简单的来说 我边跑步边 在跑步机上 跑步边跑步边看 跑步机上面的电视 这样呢 就一般来讲 你也是在 做运动 但是你并没有 身心合一专注 放松身体 有人说不会啊 因为我们在慢跑 看电视 惊喜很快乐 但是这时候很容易 不会注重到 自己的呼吸 不会注重到 自己的动作正确度 所以很容易造成 当他强度高一点 也会造成身体受伤 好 那西方 就是说现在运动呢 也认为 其实这也是一种 特殊的运动 强调身心的结合 所以像一般的太极拳 瑜伽气功 什么动禅 走路禅 这些 可以提升我们的 健康体势能 也可以让我们的 心理跟精神 势能去提升 这就是现在 会 现在运动 比较用这种方式 在看传统的养生功法 这样讲会不会太困难 应该可以理解 好 那 再来呢 我们讲气功 有时候传统养生功法太长 我就把它简单浓缩 做气功 当然气功又有很多定义 我们之后再讲 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 气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点 动作意念 呼吸 能够达到三个和谐一致 所谓的调声调息调心 就是动作正确 呼吸也能够配合动作的频率 我们的心情也能大部分的 跟这些动作合在一起 达到一种和谐的共振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打太极 简单来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打太极拳 在打的时候呢 或认这些导引功法的时候呢 你很专注的看自己的手的动作 配合身体放松 呼吸吸气很专注 这个叫做练气功 那就叫养生功 那如果你边打太极拳 动作也打得一模一样 然后呢跟旁边的说 最近股市大跌 等一下要不要去 赶快要卖哪一支股票 或是我们AI股在大帐 或者说 边打边聊天 我们现在是台风下来了 这个菜价越来越高 我们等一下赶快去买菜 不然等一下又买不到菜 这样子你叫做没有身心合一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体操 不叫做练功 我想这样 可能这样的简单举例 大家会比较清楚吧 好 那所以就可以很清楚了解 养生功它重点就是要去 透过身心习的和谐一致 那这个和谐一致 其实叫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打到就有点叫 浑然忘忘 那我们在调身 调习 调心 其实重点就让这三个呢 达到一种和谐的共振 可以激发 或者说调和身体 促进身体的修复能量 甚至从自身跟外在的一种互动 好 那所以我们再把它做一个 简单的表格化 养生功或气功 它强调身心的智 它注重自我觉察 但是所谓的现代运动 它比较注重身体机能的训练 我这个动作练到二头肌 我这个动作用到脚的股四头肌 我这个动作做什么 那它也可能比较不会注重心理的觉察 它强调你要起它的方向 它认为我们增加到动作的 肌力及耐力学年节度 我们会进步到几秒会跑多久 那它也比较不会完全配合呼吸技巧 那呼吸技巧是为了提升运动效果 那传统养生功的呼吸技巧 是希望把身心一致和在一起 或者是配合动作的高低起伏 那所以一般的你会发现 练太极球或练气功 它一个人团体 它都可以持续容易练习 如果你只是做跑步 或其他的激励一些体制量训练的 它很难做一个持续性 我们也有研究过 比如说打太极犬的团体或人 他在练习中 他会说造成他生活平常 幸福感也会比较高 那我们再讲全方位养生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养生包含了生 生是生命 生命包含身体跟心灵 心灵的一致成长 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样的功法 就是希望透过动态的一个气功或养生功 让我们达到身心灵的和谐跟生活品质的提高 好 那我现在会跟大家讲用养生功 或者甚至简称用气功 其实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气功这个名词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可能是一百年前五百年前 就叫气功这个名词 其实不是 最早就可能叫做什么 性功命功进功 那刚刚提到的黄帝内经提到的导影 他们提到导影 那再更早的女士春秋 他们提到的是大舞 所以他们没有用气功这个名词 甚至比较台湾早期传统还会用到吐纳 用呼吸的这个动作 这个吐纳也是来自于庄旨 他有一个 别人文章就提到的这个养生之人 方式吐固纳心 学习雄精鸟身的动作 吐固纳心就讲吐纳 吐纳我们台语常及人 就是吐纳调袭的意思 那再来有佛教传统之后就讲 禅坐团定止观等等这些名词 那气功这名词考据最早提到呢 他就是在晋朝提到气功这个名词 但是作为什么意思 他作为炼气修德的意思 气功的功德之类的 那其实现在比较偏向现在这个讲气功 这个名词 有气啊什么 他是主要是在清末少年全数秘诀的一个气功 才能为指出气功 之所有二一氧气二连气 那后来通通在1979年 中国大陆国务院召开中国气功汇报中 将传统练养的功夫通通称作气功 简单来讲传统养生功法 可以简称叫做气功 好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可以了解了 气功的名词或是不是那么神那么玄 他只是你可以把我现在在指的气功 是传统的养生功法 那着重在养生 所以叫气功 所以我们这边有分一些 举一些历史的一些提成 名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有没有 这个姚顺时期 那个做大水的泛滥 所以人民臭理 治而重罪 教人银武以利导之 为之大武 那庄子提到的 吹嘘呼吸土 固纳心 雄精 鸟身 围瘦而已 就是也是气功的一个概念 图纳 同定内经提到的 金规压略提到的 都提到 这些养生 导引功法 就是在做 为了身体健康 有没有 甚至 东汉华头传的导引 就是雄精吃固 迎缓腰体 动诸关节 以求难拿 就我们现在讲的 要身体健康 就跟我一开始 跟大家提到的 树问 黄金内经提到的 锦合五味 骨症精柔 气血以流 臭离以命如是 骨气已经锦道如法 常有天命 都是为了健康的承受 好 那我们养生功法 其实 如果我们用一个概念来讲 就是其实会配合 法自然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 最简单 先跟自己的身体 动作意念 呼吸 和谐 接着再来 你会透过跟大自然 要引致和谐 我们一般会觉得 我身体健康 我跟大自然 好像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人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有大于 大自然的条件生存 所以我们如果 跟它的规则 频率相同 我们自然健康 简单来讲 熬夜就不容易健康 不熬夜 按照着日出而做 日落而洗 规律 你就容易健康 因为我们如果 再用现在的 医学角度来看 发现人体的脑波 心跳 呼吸 体温血压 其实它不是永恒不变 它也是一个波动的频率 那自然界有一个简单的 智业频率 四季 小人 那些 这些 嗯 喂 什么事情吗 刚刚有 有声音 我关掉了 关掉了 有这些频率和谐 那所以我们讲简单一点 法治 自然或是天人合一 就是我们跟自己的身体和谐 我要再跟外面的频率和谐 这个时候你就更容易达到身体健康 所以简单来讲 有时候你心情不好身体不好 有时候你一到 郊外 一看到片绿油油的大草原 或是一个 山栏相连 你整个心情就好了 不用练怎么功 因为你就跟它的频率共生 那共振了你就会自然去改善我们身体 我们为了练功养生 不就是为了健康吗 身心健康 那简单来讲呢 我们这个养生之道 所以 养生功法 那我们不可能 现在的环境也很难 或是随时随地 要跟外面的频率共振 或者说如何让它共振的更和谐 所以就是要透过 可以用练功的方法来达到更和谐去 把我们 简单来讲 不健康 我们人本来是健康的 因为失去了一个和谐频率 所以呢 没有互相 就是才造成不和谐 造成了生病 呀健康到生病 所以我们要转回来 透过功法 去调整 让我们身体和谐 跟外在和谐 慢慢的回来 就变成健康 养生功法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透过我们人体 跟天地运转的频率和谐 我们自己在练功的时候 透过脑波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我们透过脑波 或是透过身心一致的频率和谐 动作频率 呼吸频率和谐 这样就可以达到健康 就是因为练功的方法 那所以很简单来讲 透过我们动作意念 呼吸的方式 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三条和谐 会叫做入境 然后让我们 失去 秩序化身体 恢复到有秩序化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入境有时候很难理解 比如说我们中午 睡着了 午休你躺在那边 睡着了十分钟 比你在那边辗转反侧半小时 或者只是单纯的趴着休息 哪一种起来会有精神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真正睡着起来的十分钟休息 比你在那边没有睡着 脑波在动的一个状态下的休息 还要有效率 还要好 所以其实气功简单来讲 就是让身心平衡 恢复秩序化 那身体有秩序化 写起来就是健康 好那我们都知道了 那我们刚刚透过的动作意念呼吸 其实就是所有的养生功法 不管你练太极拳练打坐练 什么八段极五情细六四绝等等 重要就是这三个要素 调生调息调心 调生让身体放松 练习行导气 调息就呼吸 呼吸要柔和要长 可以养气 透过这个习来养我们的气 那我们当然又再讲到什么叫气 中医上简单来讲 先天之气 后天之气 那先天之气简单就是我们生命之火 那透过我们在呼吸大气的能量 饮食的能量 后天的气 去养这个先天的生命能量 让这个火可以烧 等于说我们帮这个火 添油天才让它燃烧旺盛 就是生命可以继续延续 那时候透过养生功法 可以希望更快一点 是要后天养先天 那透过怎么样 那核灾起呢 更深层的让我们调心 心进神 可以安定 达到甚至可以再用 以异形器周天运行等等方式来提升 炼气的效果 所以所有不管你养生功法 就是透过这三个要点 那通常我会跟学员们或是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说先记动作 等于说先调身 你再去管呼吸 再去管调心 不然一下子要记动作 要记呼吸 一定会乱掉 好那就是气功三大要素 那调身有什么好处 简单来讲 你行正确 不容易造成运动伤害 你也听过 大家可能变太极犬就很容易膝盖受伤 那个就可能是膝盖太内偏或太超出负荷 因为你肌力强度还不够的时候 就造成了受伤 那行体正确之后 你就容易气血流伤 因为你就该用力的用力 不该用力的 你就会放松 就不会去阻碍你气血的循环 整体的手脚动作协调性就可以出来 当然其耐力 整体净力的结构也可以完成 所以简单来讲 调身就是有这句话 最简单的 大家常常听大家说 行不正则气不顺 气不顺则意不宁 意不宁则气散乱 所以我们要练功 就是动作一定要先正确 那基本上调身就是这样子 头要垂顺 须领顶静收下巴 再来呢 沉肩比较耸肩 要背自然的成一个弧度 然后腰也不要太紧 要收尾里让你骨盆正确 然后呢 尽量舍底上二 就是透过我们 如果从现在生理学来讲 就前身线的筋膜 可以做一种刺激 让我们内脏整个上体跟稳定 那当然从气功来讲 舍底上二就是 搭我们认读二脉的一个缺口 让它认读二脉 气血得以运行 那胸也不用太紧胸 紧胸自然的有一点点 这个趋度 那再来呢 一手丹田 或是气沉涌泉 重心尽量把它放到脚底涌泉穴 那当然我们脚的稳定一稳 也对我们脑部的神经 脑神经有所帮助 那一样体会因有没有 舍底上二体会因 就是让我们的认读 俗称的认读二脉的缺口 有所联系 可以让气血比较容易的 去做一个循环达到周天 那调习呢 习这个字很 中国字很有意思 就是习这个字把它拆开 就是自心 所以呼吸它是透 它是一个中介 透过我们的身跟呼吸方 透过我们心跟身体的一个媒介 就让它如何整合在一起 就是用呼吸 基本上就是要慢就对了 不管你胸式呼吸 腹式呼吸 那一开始我们会先做 尽量让大家练习 就是呼吸放慢 你吃至少吸气 呼气 大概有五秒以上 那因为我们一般人的呼吸频率 一分钟大概十六 十二下左右 我们希望能够再短一点 那长就是让它有充分的时间 再做一个气体交换 而且尽量达到我们肺泡 好 那为什么会一般来练气或聚气 会希望大家尽量做腹式呼吸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做腹式呼吸 就是隔膜式的上下起伏 可以增加肺活量达到70%以上 那纵向 你做胸式呼吸 就增加百分之十到十五 好 那所以我们一般要尽量做横隔膜 或是叫做腹式呼吸 那光是一个腹式呼吸 你做得好 你刚把身体端正做好 不管你是不是盘坐 你只是摆好姿势 正确站庄也可以 站着坐着躺着 其实都可以 你再把呼吸放慢 慢慢的吸 慢慢的呼 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达到改善循环 消除减 这样改善肠胃功能 你的腹科保健 捆向了一些气血循环 呼吸功能强化 敏力提升 都有很好效果 身体的酸减度等等 那这个好处很多 我们就先跳过去 大家这样看过就好 那呼吸的方式蛮多的 有吸气 呼气 就停止呼吸 这三个 那它有一些技巧 那我等一下 我们在最后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影片 让大家做站桩 去透过所谓的这个 丹田式呼吸 鼻跟上式呼吸 那呼吸其实会跟大家讲的 刚刚提到一句话叫做 后天阳先天 所以我们腹式呼吸 不是只有小腹鼓起来 放松 而是小腹跟背后 所谓的地式腰椎后面 或是我们俗称的肾脏 其实不是真正的肾脏位置 就是稍微再低一点 吸气的时候 都是会前后的鼓动 因为我们这样吸气的时候 就是透过我们内在的一个 腹内压的训练 那它就达到一种共振 那也可以就我们讲的 丹田鼓起来 肾脏部分有鼓起来 就我们看到中土这里 有命门这里 会也可以去鼓起来 所以就是后天阳先天 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那一开始你可能会不习惯 所以我会先跟大家讲 如果还不会腹式呼吸 有几个诀窍 第一个呢 说你不要坐着练习腹式呼吸 因为腹腔受压迫 不容易感受 最好是先站起来 然后身体前傾大约30度 两手放在丹田 这个时候吸气呼气 因为你身体前傾是腹肌放松 你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腹式呼吸 吸气的时候丹田鼓起来 的这种律动 那肾脏的鼓动怎么去感受呢 好我们现在躺着 躺着的时候呢 腿曲起来 这个时候你腰椎是比较放平 比较能够感受到你的腰部分 如果你脚打直 腰部通常身体曲线的关系 会造成悬空 我讲的这躺着 基本上就是地板上 会铺个瑜伽垫这样子 可以感受 太软的床后就没办法感受到 所以如何注意哦 如何感受到腹式呼吸 或是腹式呼吸气 由丹田吸到命门 你可以躺着曲腿 这时候因为刚刚我跟大家讲的 你曲腿你容易腹肌放松 吸气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 丹田鼓起来之后呢 背后也有一起跟着鼓动 大家可以试看看 躺着曲腿 大家腿曲起来 你就吸气慢慢的吸 慢慢的呼 你就比较第一个容易做腹式呼吸 第二个可以感受到肾脏腰部的肌肉 也是跟着一起起伏 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做 做到所谓的这个图片上 B命门式呼吸气 吸气的时候是鼓到命门 呼吸放松 达到所谓的后天养先天 这种呼吸方式 好 如果不清楚的 也可以等一下再一起来提问 那好 再来调心 透过了动作 呼吸 大家心静下之后呢 有的人可以去想 这个时候 气要想走丹田 还是要走任督二脉 还是要走大肺筋舌筋路 还是要走齐筋八脉 都可以 有人最常用的就是说 我是虚寒性体质 我就每次呼吸吸气就想 我的丹田有一颗红色的太阳 每次一吸气鼓起来 一呼吸放松 这个气一直让它聚 然后发出温暖的光芒 让身体慢慢的暖起来 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灶热的 你就可以想到 丹田有一颗月亮 发出淡淡的银色的光芒 然后带来阵阵的凉意 让身体安静 身体感觉非常凉爽 这也是一种 所以我们其实在调生 可以刚刚这样讲 就查到太阳是圆形 所以我们讲 简单就用色声香味 来分你的观想方法 色包含色彩跟形色 形色圆形 三角形 莲花等等的形状 刚刚讲色彩是红色 或是白色 你不一定会全部都用在一起 你要把它全部整 可以比如说 一朵白色的莲花 散出真正的香气 让身体感觉清爽 带来真正的莲花香味 然后散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譬如说身体慢慢放松 你就全部把它综合在一起 你也可以不用这么想 我是单纯一手丹田 感受呼吸的频率去结 频率前后共振 结成一颗丹一颗球 能量的汇聚 甚至我慢慢吸气 去走都脉 从会因走到头顶 百会 呼气慢慢的走 任脉下来 好 我们先讲到一个 任督二脉 气功的任督二脉 通常是从会因走后面 到头顶百会 可是医家 医学上的督脉 是从长墙穴 就围驴 走到头顶百会 再走到印堂 走到鼻尖 走到人中 走到上面牙龈 云胶穴 这样才是独卖 所以气功的独卖概念 跟任脉概念是不同 气功的独卖概念 是指整个背部 从会因到百会 然后任脉从百会到会因 但是记得医家的气功不是 医家的气功 应该是医家的任督二脉 督脉是从长墙穴 也是从会因走到 我们的远的上半部 一直到上牙营的营胶穴 任脉是从下面 也让会因走上来 持股屈股穴 一直走到我们的 沉江穴这一边 这个是医家上的任督二脉 跟气功分 督脉为阳 任脉为阴的这个部分 完全有点不太一样 稍微注意 所以一般我们讲 气从会因走到头顶百会 这是督脉 呼气从百会下 在气功来讲 这个是属于任脉 好 再讲到这个意念的调整 千万记得下面这一句话 你不知道你就一手丹田 譬如说一手劳工 你就觉得热热脏脏的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讲的 这句话 意道气道 气道血行道 简单来讲 神经冲动传到你的 譬如说手掌劳穴 然后这边血管是比较密集 循环就会增加 会达到那种波动的共振 就达到所谓气感 会热热脏脏的 那我们在打练功的时候呢 想这些气脉在走 是只要一句话 四流四五就好 你不可以完全不管它 你也不可以一直很专注 很专注很集中 那会让给自己压力跟紧绷 反而不会放松 眉毛也会皱起来 眉头也会皱起来 最终就是没有达到调薪的效果 那其实练功过来 其实练功能它的情绪态度心理 其实有一些会可以调整的 这边简单来讲 就是尽量让身体放轻松 这个文字写的比较多 那其实简单来讲 透过因为练功 我们脑部自然会产生阿法波 也会让我们身体产生 所谓的脑内麻 会让我们身体自然而然的快乐 那气功变年轻 其实有一套句话 就是说 在《黄帝内经》上就有提到 天十人以武器 第四人以武畏 武器入皮 长于心肺 丧时武色修明 身阴能脏 就是说 简单说明就是说 练气功人看起来比较年轻 气色会比较好 就是等于防止老化 那就跟现在在做太极拳的研究也一样 会增加干细胞 会让人家看起来比较年轻 那其实练气功就是一样你心态平常也要保持平衡 那其实也很容易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来练气功是因为身体不健康 练练之后身体好多了 自然心情也好多了 好 把握阴阳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 就是说 有时候这种站桩 一种心态我们要把它放松 透过我们的功法练习 其实动作会影响到情绪 我们都像知道 像功部的意思就有点像勇气的提升 那像马部就是有稳定的概念 虚部就是一种所谓的灵活的概念 那动作会影响到情绪 情绪也会影响到动作 那这部分基本上我们练功养生功能 其实就是把心情也去放轻松 甚至再慢慢的把心量放大 其实就是从公益活动 社会服务也会去提升到我们的心灵 你会慢慢看到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也甚至可以再深度的 再感受到自身跟外在的环境互动 比如说刚刚提到练功 感受到世纪的变换 感受到自业的不同 那你去感受到所谓地水火风等等 这些所谓的真理真心在一起也是可以 这是比较后续 我们可以先把前面部分做好 着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身心一致 就最简单的养生 这个部分呢能够做到就尽量做 那练习养生功其实还是有次第 简单来讲就像练功之前 要先有热身 再练功 再收功 我说cold down就是冷却 那正线我们来讲 热身之前最好能够先热身 站装 采集元气 最后再练功等等 最后再拍打按摩收功 能够这样练当然是最完整 不然就是前面后面都稍微做一下 就是练功的次第 好那大家可以理解吗 那我们就稍微时间的关心 我后面稍微简单的提一下 从唐顺这边 譬如说新旭 玉佩敏就大家很喜欢去研究它 当作气功甚至气功宣法 那其实在到了战国 庄子提到了原都以为筋 那可以保身 可以全身 等等这些都提到了 如何透过养身功法 结合筋脉等等 去达到我们身体健康 那到了 王金内金刚提到更多了 然后呢 甚至有提到了 致疾病 要服药 加以导引 药不能毒 是简单 其实我会发现 如果你运动 在家吃药 效果会更好 甚至有时候 练功再去被针灸干嘛 功效会特别的好 那再来从汉朝的马王堆 就有提到两身功法 魏敬南北朝就更多了 所谓葛红 桃红锦 六字诀 都有一些练习的功法 那这个时候就有提到了八段锦 在桃红锦的时候 还有六字诀 那到了 宋元明清这时候呢 也是 更多的一些养生功法出来 其实那像我们看 最后一个清朝 汪任安的一方集 中有一句 气功也是常常练习 现在也会常常用 一吸变体 一般就是指体会音血 然后把气集中在丹田 气气归吉 一体变艳 水火相见 就是吸气提刚 吞 口水下吞 放松 让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系统 跟神经系统 可以做一种调和 认读用来的调和 这就是一秤绝 里面也是大家练功 常常会做到的一个动作 好 那气功其实大家就觉得 这么多种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 归纳整理来了解 有站的 有坐着的 有自控型 有他控型 有医疗保健等等这类的 武处型简单来讲 金钟罩铁布山 就念抗打 那医疗型就什么 变练什么功 透过什么筋脉 其实有点跟保健系是混合的 那形体就是有着重在呼吸的 重重身影的导引 形体着重在站功 自然派学习 秒兽类的动作等等 来练习 好 那基本上我们最简单 就是从站着坐着躺着 或是动的方式来练习 所以养生功 那动作很多 那我们刚刚讲过 透过动作的频率 呼吸的频率等等 让他达到气的共振 有的会透过与圆柔的方式 来放松增加气血循环 达到身心血的共振症 有的会螺旋蚕丝 有的肌肉的伸展 比如说八段 击击金金 那有的用拍打 比如说长寿拍打 攻 站阵抖动的方式 外担攻 出声音的方式 六字觉 学动物的方式来做共振 让身心舒展 像五情细 像以动作 跳舞为主 圆肌舞等等 这些部分 那甚至用气脉的运行 你也可以分很多 以外在的动作 松摇关节 带动气血 就八段几五情细 那有内在呼吸导引的 比如调吸法 踩气的方式 浮气 比如说我们大家听过 到森林里面找一棵大树 然后站着一棵大树 前面呢 去跟它做一个能量的采集 这个我会建议 南方就比较不要这么练 为什么 因为气候潮湿 这个树上面容易有一些霉具 有一些虫子会多一点 那北方有些树木 它是干燥的 第二个呢 不要想说我去采树的气 因为 讲个开玩笑话 不是不知道你采树的气 还是树采你的气 其实你应该采一种 我跟树沟通 我们来互相交流 那我去学习它的参天 大参天的这种高耸 然后把我们静脉山 往上升 象象树扎根 着重到地下 互相能量交流 一种共享共有的概念 因为 透过它 然后去感受到大地 感受到 苍穹能量 而不是说我去采它去 这样这种掠夺的心态 这种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当然有练气的方式 这种声音出共生 譬如说 喝 或是喝 是心的一个调整 那五音 公伤 学子公伤语 那有些会配合五脏五音的方式来做一种脏幅的调整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至于练功后 其实会出现一些情况 当然有一些强化情况 那武术上有幻境情况 其实还会有出现所谓排毒现象 那排毒现象有蛮多的 其实像在幻境现象有时候会出现发烧全身痠痛 可是之后 哇 力气变大 动作变协调 那排毒现象这些的时候 严重的话你要去做一个调整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好朋友 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天也要抽一两包烟 后来他戒掉了 戒掉之后四五年了 然后后来他去练武术 练力有一阵子呢 他觉得他常常咳嗽 他现在想说不练错了 可是他觉得我好像也没练错 可是好像越来越咳越严重 他就不管了 继续练 那练练还是咳咳咳咳 后来有一天他就咳一咳 他就突然很大声一咳 咳出一坨比较浓痰 他一闻 哇 这个痰是尼古筋的味道 就好像以前抽烟累积下 在体内的部分还没有清干净 他就透过 其实简单讲 身体就是有一种排毒嘛 你本来你家里很脏 你没有力气的时候呢 你会 就是东西盖一盖就不看他 当你有力气的时候呢 你就会去说 我把东西整理清干净 他那时候就练练 后来之后 他觉得整个肺部就很舒畅了 这是我周遭 遇过所谓的这种排毒一个现象 给大家做参考 那当然有时候你排毒的过程中 比较严重的状况 你可以再把功法稍微做环和 或是说再做一些重要 来做一种调理 好 那基本上呢 我们在养生功的部分呢 先给大家介绍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等一下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这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 养生功法 也可以大家简单练习 那我们来找一下 像这个动作啊 大家其实回去也可以练习 先打开的时候 两手交叠 一手先抱着 一个气 然后呢 你也先放在丹田 没有关系 聚在我们的丹田 两手再来 把气贴到身上 有 有 我们这边没有影片哦 没有哦 你要先关掉 重新选择 先关掉 哎 那个结束分享 然后再重新按分享 好 我看一下先关哪一个 对就下面有一个那个那个分享那个按钮先按掉 就跑掉了 好 好 那个每次分享都要重新选择 先解除分享 等一下我找不到那个 OK 等一下 对现在先关了 嗯 好 好 这样看得到吗 有 现在看到 但是你有勾那个声音吗 有哦 他没有声音没有关系 他只是配乐而已 先跟他动作 好 两手打开的时候呢 你现在可以环抱 也可以两手放在丹田 这个速度比较快 把气浴在丹田 之后再把两手贴到肾脏 就用肾脏式呼吸 就后天仰先天 接着两手朝上 想像天气从头顶 哦 哦 想像天气哦 天天上能量再从头顶 掌心慢慢的汇聚到我们的丹田 好 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再慢慢的起身 好 这个曲腿下蹲 想像大地的能量 从脚底 涌拳 手掌 勞工慢慢的 配合吸气 扣脚趾头 提肛呼气 放松 这种动作呢 刚刚提的 一吸便提 一提便咽 慢慢的把能量汇聚到我们的丹田 最后呢 做了几次呼吸之后呢 我们再环抱一次 环抱的时候 就配合任督二脉 吸气走督脉上来 呼气走任脉下去 就等于一开始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看哦 一开始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两个手放在丹田 也可以 也可以先环抱 这个时候是先聚气 把气聚到我们的丹田 做复式呼吸 这个就是我们先讲后天吧 后天气就是我们空气吸的 大气的能量 我们吃的食物的精华 混合在一起 之后呢 再慢慢的把 两手贴到肾脏 再曲腿下针 想像这些能量 汇聚到我们的肾脏命门的部分 就后天气 仰先天气 所以我们已经先练后天气 先练了先天气 那其实大家先把动作记熟之后呢 每个动作至少做10到20个呼吸 好 那我们之后有先天气 有后天气 我们再慢慢的踩天地的能量 曲腿下蹲 这个时候你可以想 天气的能量从头顶 劳功进来 慢慢的汇聚到我们的丹田 一样配合可以吸气的时候 扣指提缸 这样一提的时候呢 能量就灌进到丹田 呼气的时候放松松指松缸 做10到20次呼吸 动作要慢 好做完之后 再慢慢站起来 曲腿下蹲一样 一手脚底涌拳 手掌劳功 配合吸气 扣脚指头 呼气 放松 好 那再来呢 最后再环抱一次 两手就这样回在丹田前 配合吸气 扣指提缸 气从背后的会音 做尾铝腰椎 到我们的大椎 到头顶摆会 呼气慢慢的松缸松指 气从头顶 经过眉心鼻尖喉咙 胸口肚脐 丹田到会音 配合这样子一吸一呼 那这个动作呢 这样练起来呢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一招 你就把后天气 先天气 天气 地气 身体的任督二脉周天 也一起练习了 都看不到影片 看不到吗 对啊 我们看得到影片 可是我没看到 就只有看到那个 电脑的 整个那个 那 那 其他人看得到吗 其他人可以 张智医师 请问一下 这影片等一下放到群组可以吗 我在想要怎么放 对话都可以吗 对话框也可以 或是LINE群组也可以 好 好 等一下 我先放在 对话群组好了 因为我怕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 是我们群组里面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也给大家今天的PPT 然后 这个 这个 刚刚的天地桩 也给大家 给大家 都有收到吗 可以吗 还在传送中 好 看到PPT了 好 因为还在传送中 好 那也传送给大家 这个动作 其实大家也符合 很符合现代人的 常用3C脖子酸痛 可以用做一个下巴勾引去慢慢的带动 整个颈椎 有空就可以做 一个拉的动作 好 那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开心 今天就用一个 这样短短的一个小时 跟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养生功法 先建立一个概念 掌握了基本上我们练功 养生功跟运动有什么差别 不要下次再练的时候 就会说 因为我这一套叫做什么功 但是 你是手交比一比吗 还是只是动作打慢 就叫做练功呢 那练功的重点 会放在哪里 那我们透过呼吸 把身心合在一起 就提升我们一个 频率一个共振 那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要强调呼吸 慢慢的感受 那再来就是透过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 衍生下一次 其实就跟大家练太极拳 或练八段琴 那我也会放一些影片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说 掌握他的练习的内涵深度 不是手交比一比 因为我只是手交比一比 那也是蛮容易的 只是人家就会说 那你练腿力 那我就去跑步就好了 我就深蹲比你还要强 那我为什么要练这个动作呢 他的特别又在哪边 差异有什么不同 那也希望最终最终 还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些概念 然后达到练功的时候呢 达到身体跟心灵的一整合一起健康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的 谢谢张志医师 那今天呢 这个简短的就了解到 原来我们这个是要身心合一 跟一般的体操或是 运动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深入浅出 马上就能够了解 可以可见得 张志医师非常有经验 教学应该很多 是吗 张志医师是常常在教学 在 只要十年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张志医师有在台湾教学吗 还是都长期只在 有啊有啊 大陆 都有啦 大陆 以前都是教华侨多或外国很多 他现在 以前也有在热林中心教过 但是现在最近这几年比较忙 哦 所以张志医师大部分是 多久时间会在台湾 还是在台湾为止 大部分在台湾 那之前都会去国外教学也有啦 对 是 那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 是 那如果在台湾都是在哪里教学呢 大部分都做 现在 疫情之后现在都做私人比较多 哦 私人的 OK 对对对 好 那就我们感谢张志医师再一次 谢谢 然后请大家也打上这个88888 来感谢张志医师 然后我们下礼拜二晚上 我们的张志医师 也还有第二续 第二集 续集哦 欢迎大家继续的上线 好 好 那我们今天感谢张志医师 也感谢大家上线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